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话说万历年间,忽有一夜,大明王朝的天子,正在龙床上安睡,就听前自门一开,一个人走了进来。 这是一个绝顶奇怪之人,他身上穿着龙袍,却长着一个龙脑袋,龙头上长着两只脚,长长的嘴巴上漂浮着触须,行走之间也是龙行虎步,威态十足。 皇帝见了此人,心中大喜,莫非是海龙王给朕献宝来了?正要询问龙头人带来了何种宝物,不曾想,那龙头? 人见了正在龙床上安卧的皇帝,顿时大怒,呵斥道,而何物也,竟敢在朕的龙头上高卧?还敢对朕的妃子动手动脚,亵渎了朕的妃子,而知罪吗? 皇帝大怒,跳起来吼道,瞎说,朕才是皇上连想对谁动手动脚,就对谁动手动脚,你管得着吗? 那龙头人听了皇帝的吼叫,哈哈大笑起来,说,你难道不知道吗?你们老朱家早已下赶了,被辞退了,现在的皇帝,是朕,不信你瞧。 说着,就见龙头人抬起一只右脚掌,让皇帝看个清楚,皇帝看得明明白白,在那龙头人的脚下,竟然是踩踏着北斗西星,星辰元自正熠熠生辉,滑光流逸。 皇帝正看得目闭口呆之际,就听那龙头人怒喝道,看清楚了没有? 看清楚了就给朕滚蛋,别惹朕生气胡说八道,应该滚开的是你。 皇帝怒不可遏,跳起来像龙头人扑了过去,却被那龙头人侧身一闪,照皇帝屁股上就是一脚,只听扑通声,皇帝被端得一跤跌出门去,摔得他全身骨头痠疼,直转过来,惊讶地发现,自己真的被爱妃一脚从龙床上端到了地上。 皇帝气急败坏地爬起来,先将骂睡得迷迷糊的妃子一顿暴打,然后冲出门去,立照大臣人公,替他解梦。 大臣们来了,听了皇帝的叙述,但想无语,后来才道,陛下,这个梦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,只怕这大明天下,真的有麻烦了,有什么麻烦? 皇帝恼火地问道,大臣们回答,又有真龙天子出事了,这说明咱们大明啊,真的要完蛋了,胡说,皇帝急了,朕让你们是干什么的? 不能白吃饭啊,快点告诉朕,此人长什么模样?莫非是真的长了一颗龙头吗?龙头倒还不至于,大臣回答说,就算是真龙天子来到世间,你也辨认不出,不过呢? 此人既然脚太刚斗,应在他的右脚掌心上,有七颗红枝,那么此人在什么?地方呢?皇帝又问。 大臣回答说,听陛下说,龙头人打钱自门入内,钱是东北,所以新出事的真命天子,应在东北。 东北皇帝陈寅道,现在是谁在负责东北方面的工作?大臣回答,是辽东总兵李承梁。 传指,皇帝吩咐道,命立成梁立即找到那个右脚心藏了七颗红枝的人,把那人的脑袋连同右脚一并剁下,给朕送来,却说,自打辽东总兵李承梁,接到圣旨之后,就。 犯起仇来,皇帝命他找到一个右脚心藏了七颗红枝的人,还要把人家的脑袋和右脚剁下来,送往京师。 这活可真是太难干了,要是咸脸上长了痣还容易,一看就清楚。 可红杯长在脚心上,难不成他堂堂的辽东总兵,还要把每个东北人的脚丫子看遍吗? 这未免也大变态了吧?正在发愁之际,是同小皮子拎着胡进来,给李承梁上茶,总兵大人还没睡呢?李承梁回答,愁啊,都快要愁死了,哪有心思睡觉啊? 小皮子问,啥事让大人愁成这样呢?李承梁说,也没啥事就是皇帝让我找到一个右脚心藏七颗红杯的人,却不知是男是女,也不知是老是嫂,难不成我还得蹲在大街上,扒开每个人的脚丫子看个清楚吗? 小皮子哈哈大笑起来,总兵大人,这皇帝可真有意思,他为啥要找这么一个人呢? 李承梁的眼珠转了转,回答道,我听皇帝说那个右脚心肠,乐七颗红枝的人,是皇帝他失散了的亲弟弟,要不就是失散了的亲妹妹? 小皮子再一次大笑起来,不可能,皇帝肯定是在开玩笑,这不可能。 李承梁眨眨眼,小皮子,你咋就知道不可能呢? 因为,小皮子回答道,我自己有爹有妈,跟皇帝一点关系也没有,绝对不是他的亲弟弟。 李承梁眼皮咋得更厉害了,我是在说一个右脚心肠了七颗红杯的人,这跟你有什么关系? 小皮子笑嘻嘻地道,总兵大人,我的右脚心,就是长了七颗红枝啊。 所以皇帝说的那个人,多半就是我。 李承梁哈哈大笑起来,小皮子,你就瞎扯吧你,说你右脚心成了七颗红枝,谁信啊? 小皮子急了,真的,总兵大人,不信你看说这话,小皮子脱了右脚上的鞋,把脚丫子高高地抬起来,让李承梁看个清楚。 李承梁凑近那只脚,仔细一瞧,急忙掩住鼻子,小皮子。 你这脚足有半年没洗过了吧,这未熏的这哪是七颗红杯,怎么我数来数去,才不过六颗啊? 哦,是两年没洗脚,你太后把杯盖住了,小皮子脸不红不白,拿手往右脚心一抠,抠出一块泥来,然后又抬起来脚,总兵大人你现在看,是不是七颗红枝? 李承梁仔细一瞧,顿时大喜过望,只见小皮子的右脚心,果然有七颗鲜红鲜红的纸,成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着。 李承梁哈哈大笑,起来,就是捉住小皮子的右脚,用力一扭,将小皮子按倒在地来人啊,与我将这丝的脑袋和右脚砍下来,不得有误。 秦卫土闻声冲了进来,见状大惊,总兵大人,这不是小皮子吗? 他是你的仕童啊,为啥要砍他的右脚和脑袋呢? 这是圣旨,懂吗?圣旨。 李承梁怒吼道,难道你们敢违抗圣旨吗? 不敢不敢为世门一拥而上,将小皮子揪起来,拖出门去。 李承梁常常的呼,了一口气,这事,总算是搞定了。 预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,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文章,男神女神们看完可否给小编一个关注呢? 后期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历史内容哦。 住,图片君来自网络,若有亲权请联系我及时删除,谢谢。 请稍等。